好 說到晶片法案 我們回頭來看 這可是半導體的關鍵戰役 另外一個法案叫做租稅法案 租稅法案是獨立在 521的晶片法案之外 但是如果投票通過不排除 在時間上許可也會納入晶片法案 這非常複雜我們就不講 但是其中有另外一個 租稅法案這兩天也要投票 一般認為這可能是 晶片法案的樂透加碼 誰會影響到 IC設計也會影響到 所以我們來看新聞 在今天新聞特別談到 倒數計時階段其實不是只有 美國521的晶片法案在投票 晶片法案裡頭 另外一個大關心的是 企業研發費租稅理解 那時機許可的話 它就會被納入 美國的晶片法案 其中的一個條款 那會過關嗎 它雖然它是獨立投票的 大家在問的是 那我們的IC設計業者 真的能夠因此而受到優惠嗎 IC設計業者的龍頭 當然是聯發科 其實聯發科在美國 也有設計中心 它在今年六月 和美國普渡大學 就成立了一個半導體設計中心 而這個半導體設計中心 最主要要研發的是 5G通訊晶片 無獨有偶事態 今天就傳出打進蘋果 Apple Watch拿下它的數據 也就是通訊晶片的訂單 當然聯發科否認了 但外界還是認為 那有它做後 蘋果自己研發失敗了 在研發失敗沒多久 就傳出可能你拿到它的訂單了 這之間難道沒有連結嗎 跟蘋果自己研發失敗無關嗎 所以我們要談談聯發科 聯發科到底能不能拿到 優惠的投資抵截 也就是研究費的投資抵截 同時聯發科的5G晶片 到底有沒有拿到蘋果的訂單 當然從這部分 你要先從最雲頭開始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研發費用的租稅抵截 到底有沒有機會過 其實如果說你從今天 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股票市場它是最敏感的 股票如果說開始 看來應該是會過 對 基本上看來應該是會過 應該是會過的話就很簡單 就是因為本來今年要到期 如果說我可以研的話 就是我今年這個費用 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全數下去做那個費用 當年度就可以抵減嗎 當年度 今年馬上都可以出稅減減的 我們知道IC設計業者 最大的支出就是研發費 研發費如果當年度就可以抵稅 那差很多 對 這是利多 如果沒有過關 據說它的研發費要分5年 或者分到15年來抵減 就像折舊扣底這樣子算 那差很大 對 沒錯 其實我們從一個部分來看 應該過的機會很大 就是裴洛西的老公 他老公最近很紅 因為他買的是什麼 他買的是NVIDIA的股票 其實NVIDIA是拿不到那520億 NVIDIA根本就沒有晶圓廠 那為什麼去買NVIDIA 所以它賭這個研發費 投資 敵戚有機會過關 如果過的話 對NVIDIA當然也是大利多 所以應該是很有機會過 當然你美國這邊過的話 台灣這邊有過 對 聯發科其實很有機會可以吃到 甚至應該說吃得到 為什麼 像剛剛我們是不是講了 聯發科跟那個 普渡大學 美國普渡大學 印利亞那州那邊 普渡大學去年有 在今年6月份 他們有合作成立什麼 成立一個IC設計公司 要做下個世代的通訊 跟那個應用晶片這個部分 其實觀眾可能對普渡大學 可能比較不熟悉 其實這家大學滿厲害的 它是全美前10大的工程 學院之一 然後它跟什麼 它跟馬森理工 史丹佛大學 還有加州大學的那個 伯克利分校 並列什麼 並列全美的四大工程學院之一 四強 對 前四強 就是最厲害就是這四間 所以當然普渡大學沒聽過 你聽過馬森理工對不對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什麼 他們算是同級的 同級的話 其實像剛剛講到 聯發科為什麼要去美國設設中心 其實很有機會 很有可能是什麼 就是為了蘋果5G晶片 因為蘋果那個通訊晶片 其實它本來要自己做 它自己做 它做得太大顆了 太大顆它那個東西 所以失敗 之前就失敗 我記得傳出失敗的那一天 蘋果股價還因為這樣 還下跌 對 沒錯 就是放不進 那個穿戴裝置 你放到手錶裡面要很小 很小的話 如果說蘋果失敗的話 蘋果只剩三個選擇 就是跟三家公司買 第一個叫什麼 高通 高通 或者跟聯發科 三星 聯發科 對 它只有這三個可以考慮 但是外界都說是跟高通買 其實 娟姐 蘋果跟高通的關係其實不好 他們從2017年 就為了專利問題一直在打官司 打到後面 對 兩個現在是和解 沒錯的 但是他們有訂一個條款 就是我到2025年的時候 我們兩家正式終止合作 就是2025年那一年到 我們藏不夠 水不夠 我們就沒關係了 要分手了 對 所以他們兩個關係是不好的 2025要分手 今年是2022 所以他才想說自己自己弄 我自己弄不錯 我跟你說 我一定要開始找後路 對啊 所以 難怪他自己自己有辦法 三星的部分 三星部分當然就是蘋果的頭號 頭號競爭者 你看那個昌星每次用那支 三星的折疊機 酷克看得酌不爽 他不會去跟他買 這首要敵人 所以他也不會去跟三星買 所以只剩聯發科 聯發科 所以他一定會慢慢降低 高通的比重 因為2025就要分手了 對 沒錯 現在資產要趕快處理一下 對 所以只剩聯發科可以考慮 而且聯發科說真的 聯發科是台電的好朋友對不對 蘋果又是台電的好朋友 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 他跟三星 對 是敵人 然後聯發科跟高通也是敵人 敵人 敵人也是朋友 所以他就只剩聯發科 怎麼樣 聯發科基本上 這個地方他最好的選擇 所以他非常有可能拿到蘋果5G 也就是數據晶片的訂單 問題是聯發科否認 他為什麼要否認 菁姐 其實這個單不大 這個一年就一千萬顆 和聯發科的營收差不多45億 而且聯發科否認沒錯 他一定要否認 他不能 因為他跟蘋果合作 其實跟蘋果合作的公司都這樣 一定要簽保密條款 你不能說保密條款保密到 報紙帳寫出來了 我還很糟糕說 對啦 對啦 就是我 他不可以這樣講 但是就是你從一些側面的關係 你可以 我們去分析 抽出貢獻的認為 如果蘋果要下單 自己又研發失敗 他的選項只有三個 他不可能全部阿哥基在高通 也許他有下單給高通 但他一定會找第二選項 對 所以聯發科有機會 因為2025兩個人都要離婚了 現在竹膳怎麼可能再增加資產 而且聯發科今天有兩個動作 當然第一個就是 他年初的時候 去台藝店挖了一個QA的副總 就是做品質管理的這個副總 挖過來之後也是在聯發科 台機店的對不對 台藝店的 台藝店挖過來之後 他也是在聯發科 做那個品管QA的副總 你就想 到底聯發科下面 應該說目前這麼多大公司裡面 到底哪一家公司最重視品管 就是蘋果 所以他可能是為蘋果去挖件 對 而且現在 這個是明年的單對不對 明年其實就我所知 其實聯發科他在明年的通訊晶片單 他真的有多增加產線 那多增加產線 那你沒事幹嘛多增加產線 你一定是有特殊的單 為誰辛苦 對 為誰辛苦 為誰忙 而且 以聯發科跟蘋果來講 他們不是沒有合作過 他們間接的有合作 比如說像聯發科下面 有一家PA廠叫洛達 洛達其實叫什麼 洛達它就打進蘋果百分之百 持股的那個潮牌耳機廠 bit bit 對 它是說打進去它的供應鏈 甚至什麼 甚至說像聯發科下面 是不是有一家IP廠叫做金星科 對不對 對 金星科 蘋果有一個合作的那個 繪圖晶片的IP廠 他們兩個是什麼 他們兩個還有合作 合作推出什麼 推出新的IP的解決方案 所以他們兩個目前 雖然說沒有直接合作 但是他們旗下公司 都有進階合作 好 所以不排除 鍾林認為 應該是有拿到蘋果的單 只是聯發科不能承認 那麼如果這個研發費的 投資抵檢法案過關的話 那麼聯發科也會因此而受惠 不過當然眼前大罪關心的 還是他7月底的法說會 7月29他有法說 法說其實有沒有可能 他講出來跟當時台電一樣 當時大家都看很差 結果講出來沒那麼差 如果說以第二季來講 其實第二季 其實目前以公佈出來的營收來講 像第二季已經合佈營收 現在已經可以算了 對 現在已經可以算了 比如說第二季是季徵9.1 年徵23.9 但是這個數字 有沒有跟他第一季法說的時候 說得差很多 好 我們來看 他原本就有說 他對第二季的預期是 激增3到10% 結果激增9.1% 這算高標 達到高標 符合預期 但是是預期裡頭的高標 來 年增他之前預期是 年增17到25% 結果出來數字是23.9% 對 這也是高標 而且達到符合預期裡頭的高標 對 也就是第二季 所以第二季是透透沒問題 上半年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因為公佈完的營收我們自己就這樣 現在大家擔心什麼 擔心說 第三季 第三季或第四季 毛利率會不會掉 會不會什麼什麼經濟衰退 然後什麼調單什麼的 對 基本上是庫存部分 如果說以法人這邊來估 都估他第三季會計減 其實我認為第三季計減很正常 為什麼 第三季本來就不是他的主廠 第三季就蘋果手機的主廠 所以安卓陣營第三季都不好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第四季 這個減這麼多 該不會 好 這是法人估的 對 這法人估的 第三季到明年第一季呢 第三季計減5.2% 第四季計減11.6% 到明年第一季還計減1.5% 也就是說整個庫存調整的時間 要到明年第一季才會結束 對 他說第一季結束 然後第二季開始進入成長 所以很多法人調降他的目標價 對 那很多法人調到目標價 但是娟姐 其實調降歸調價 你還是要真的看他的買 好 我們來看他們怎麼調降 調降的幅度滿大的 來 美系外資把目標價 從1.2.2.5降到900 本土法人把目標價 評審和目標價都雙降了 降到5.2.0 很低 5.2.0 雅系外資把目標價 從8.4.0降到6.5.0 就是因為他們擔心 從第三季 第四季到第一季 可能都要進入庫存調整階段 對 因為其實應該說 第二季的狀況 因為中國在封城 第二季的狀況讓大家認為說 如果其實法人包都這樣寫 假設情況不變的情況之下 條件不變 如果說就是以第二季的狀況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後面很難講 聯邦哥現在有在調褲存 他有在調褲存 比如說像他台藝店這邊 他有降一點單 甚至說封測場這邊 他有說先降載 他有降載 但是如果說以這個目標價來講的話 當然這個現在670 這個還是高標還沒到 雅系外資的這個價格 基本上就在這邊 這個本土的真的調太低了 為什麼 如果說我們來看籌碼的話 所以你認為 在法書之前會漲還是會跌 他應該是盤整一段時間 因為第三季真的不是他的主場 但是你說這個地方有沒有投資價值 其實我個人看是有的 為什麼 因為投信有在賣沒錯 但是外資買的比投信賣的還多 也就是說什麼 當股價掉下來 在六寶海這邊的時候 如果說你看外資的話 外資有沒有買 外資是有買的 外資是有耐心的 也就是說什麼 那外資調價目標價 但其實從籌碼來看 他們是有在買的 對 沒錯也就是 那麼又是心口不一 他就慢慢買 因為怎麼樣 我只要拖過第三季就好了 你看它是 調價目標價壓低來買 對 沒錯就是六百這邊 因為第三季不是 安卓陣營的主場 所以我猜你們都不想要 我就跟你說一個 可能比較低的六百五 然後我猜六百七十會買 讓你們賣給我 對 基本上就這樣 讓你們把價格給賣下去 而且像今天的部分 今天他也是買的 所以就連方都不用 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你有耐心的話 在差不多六百 六百多這邊 六百五到六百七十這邊 我認為是你可以稍微長線 做一個比較長線的布局 持有買點 但如果說你要看短線上的話 好 我們還是看其他 比較中小的 短線上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其實還是要看 大戶到底有沒有在買 比如說像這些股票 大戶有在買的是誰 像四星 然後敦泰這些 普瑞 創緯 其實從這裡面看 這四隻大戶有在買 但是買的比較明顯是誰 是創緯 對 它增長的幅度 對 其實我認為這隻股票 基本上現在應該可以看了 為什麼 因為它從三百多 整個刷到一百多塊 是誰買的 頭信賣的 君姐 我跟你保證 頭信不會再賣了 因為賣光了 好不好 它在三百多的時候 買了快兩萬 賣光了 它賣光了 它在三百多的時候 買了快兩萬張 然後那時候買什麼 全部都倒出來 買今年 他們預期 本來預期說iPhone14今年 就會改成TypeC 結果不好意思 iPhone14今年沒有換TypeC 所以全部倒出來 但是倒出來 現在發生一件很妙的事情 倉庫沒貨 明年 現在已經傳說明年iPhone15 就要用TypeC了 所以你現在全部賣光光 你後面 如果說蘋果要用這個的話 你要用誰的 還是用他的 所以我猜 現在賣光光 貴真的搞不好就買回來 再來 他如果說以他目前這個價位 應該是甜甜價 我們從三個部分來看 但第一個千張大戶 這是連六週加碼 連六週加碼已經買多少 八千張 再來獲利來看 就是基本面的部分 低劑3.93 這個法人哼不當當怎麼估 今年差不多12塊 什麼12塊 現在倍比才11倍 這滿低的 再來如果說你做技術面的話 周線基本上要看中期趨勢 中期趨勢 大量去做支撐 大量去哪裡 就這一根 對不對 這一根嘛 大量去嘛 你對過來的話 剛好 剛好就是現在的價位 所以為什麼他到現在的價位 就停住了 停住就是 就是中期支撐 所以這個地方 以籌碼面 技術面跟那個技術面來看 應該都OK 而且第三季 他不是這個地方要幾乎忘記 所以我認為這股票可以留意 好 這個盤主要續談 IC設計會不會是主角呢 我們看到廢伴也是 掌勢最伶俐的 所以來舉牌 IC設計會不會是持續反彈 最重要的先鋒部隊 是不是現在反彈的主角 請舉牌 各位怎麼看 好 來 我們看到有兩票差 對不起 兩票圈 三票差 老師又給差 沒有 整個情勢來講的話 但是我看廢伴是漲幅最大的 對啊 那只是一個反彈 反彈 那台股以目前來講也是反彈 我也是問反彈 什麼 我也是問反彈 就是持續的反彈 這個反彈 現在這個反彈 沒有 整個大盤 我個人認為反彈到現在 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今天已經爆量出來 尤其開高走低 絕對今天拉高 最後壓低 絕對不是為了氣候節算 因為那種你 你如果看氣候的話 今天8月份的話 氣候的進空單增加了 四千多口 那他現在的進多單 大概五千多口 那就代表說他企業分的話 他本來就是不多單 為什麼會往下壓 所以整體來講 我認為已經到這個地方 反彈已經結束了 老師看壞 剛剛舉圈的是陳妍 來 陳妍舉圈 基本上這一波 如果你仔細去看IC設計 其實跌幅都很慘 跌四成 跌五成的都有 剛才有這麼差 我去看他的這個營收 其實都沒有大家想像 率退的這麼多 其實都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第二季的財報出來 持平 然後第三季現在營收慢慢 接下來進入第三季 營收是開始成長的話 那接下來有的反彈 我認為是有的反彈